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丹丹,欢迎收看今天的Shelfers素食既往时间 那今天晚餐的配赛呢,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 就是我要再来玩一次这个老头腰哦 因为我们中午的这个麻将打起来怪怪的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小象工 所以我刚才下午这大概是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我特别打开了我的雀魂 毕竟我们还没有这个SVWB 我们只能利用这个雀魂来做练习 我打了几把这个金之间、银之间、铜之间啊 我相信我这个疾斗之巅的老头腰的技术应该是嘎嘎提升的 嘎嘎提升 所以我这边呢,再来晚上再来挑战一次我们的老头腰 来给大家看一下当年老头腰是怎么 一费拿妖精、二费拿妖精、三费拿妖精、四费老头 五费蹦蹦蹦蹦蹦蹦蹦,带走的 好不好,我一定要示范一下 不然没道理,没道理,真的没道理 那两把麻将打着打着变成那个样子好不好 好啦,那我们这边进我们的实战片段第一把 来看一下遇到的职业是啥 来 OK,精灵内战 精灵内战的话有可能是甲虫妖 也有可能是我们老头腰 老头腰内战的话就会比较小点 尴尬一点,但没问题 我们起手有萌芽,后手可以考虑留一下 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把的话呢 则是拿妖精的东西很多 就差两个狐牌组件了各位 拿妖精的基本上我们都上手了 然后我们手上妖精组件这样咚咚咚咚 四费的时候是可以拿到刚刚好六张的 好,内战 OK 这边是个内战 内战的话就看谁先 看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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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各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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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下问题是 萌芽对撞 OK 我们这边就萌芽对撞 喔 老头 下问题是 有一个小尴尬的点是我们等一下水之妖精 不知道送不送得掉 这次会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但他先手他这个可以考虑敲我头耶 其实蛮烦的 欸 不对我少一张耶 1 2 欸他选择那个 这边拿 呃,等一下试飞拿1 不对我5 对我少一张耶 哇辣 来 右手小尴尬有没有 呃 很像很像很像 这边抽一张 这个下去拿吗 这个下去拿 丢丢 这个下去拿好一点 这样我们可以拿2张嘛 然后下一站的话 他如果有一个比较大致的东西 我们有办法水妖进化撞掉的话 我们就可以凑满6张了 然后就可以阿马兹了 对手拿几张 对手应该拿的跟我差不多 不对对手拿的比较多 因为他有打211 他这样子是要 诶 哦 老头还没来哦 哦抓到你了 老头还没来 这边跳小梅 他老头还没来哦 我想一下 哦 爆了一个这个是有点亏的 我想一下 回合结束会拿一张 我感觉我们老头可以交一张吗 老头交一张 让他下一站不好处理我的老头 可能好一点 因为我们不会打两次老头了 我们只会打一张 打两次老头我们会太慢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交一只老头 然后压进化 去做一只大老头 OK拔刀了老头 屌虐了各位 屌虐了 这边的话就是做这个大老头 让他等一下 就算他真的 呃 右手进老头了 他必须要老头对撞 他整体还是会相对不舒服的 所以 OK 虽然这把一样看起来没有胡 但我们这把已经算是那个了吧 算是立直了吧 我们这把应该算立直了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了 好过一把了各位 那感觉下一把要出事了 不知道为啥 这个影片每次拍着拍着拍着 总是不知道为啥 就出事了 明明他就是一套这么强力的套牌 但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影片拍着拍着 看起来就要搞 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把 又是精灵 蛤 整个天梯 都是精灵吗 来 先手 呃 留小妖精 来 呃 出事 对手全换 我们这边是出事了啦 哦老头进来了 不是我妖精主精为什么找不到啊 为什么啊 但我们先不慌 莫慌莫吉莫害怕 对手空一 有个人是甲虫吗 这只不能敲头吧 那留着吧 这只不能敲头的话就不打下去了 然后感觉等下三倍没有进好的东西 可能就要吃了一只吃放着 放着了 做场面 空二 那应该是甲虫妖了 那应该是甲虫妖 回手留一下 因为可能等下右边会进211 然后可以211回手211 所以这回手留一下 就把慈爱拍下来吧 当一个三三 打一张妙处 确定是那个了 呃 到底是怎样 那就这两张送掉 然后拍神帖 对 好像也只能这样欸 说实话 然后这一张一样是不能够攻击敌方主战者的 所以有几尺也没有用 手上有四伤 我们最差最差等一下就是妖精敲头 然后导引导回来 不过对面是这个欸 是一个偏控的 而且没记错当时就是想拿这个打老头妖的 喂 哇他这回烂 完蛋 什么东西啊 到底为啥 来 妖精 嗯 很像 啊我不要对空这个吧 好像对空这个欸 不然我真的没有拿妖精的手段了欸 对空吧 然后把小梅压出来 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真的真的没有办法了各位 希望等一下是可以一个拿 直接拿两张的 然后搭配萌芽化身 这样就可以直接拿四张 欸不是不是拿四张 这样就总的都凑六张啦 应该这样讲 拿三张然后三加三六 好在的是他任务慢 开始慢了啦 就是没有这么快 甲虫 压精化 所以我们暂时两tun左右是不会倒 除非他下一tun解的很牛逼 不然正常来说暂时两tun是不会倒 所以我们这把的整体的希望还是蛮高的 啊啊补满啦 啊补满啦 完了他补满了 欸 搞毛啊 还是这边直接那个 一一然后跳那个出来 直接把牌库压了 我竟然还有一张吧 哦没有咧 那张这一不用打 打错了 欸 哦这套是带两张的 OK 这套是带两张小梅的 没道理啊 我今天雀魂打了这么多把 赢之间 铜之间金之间 能打赢的对手 全部被我打赢了 蛤 很奇怪啦 真的很奇怪啦 好他要解任务了 反正还是一句话嘛 我们两tun不会死嘛 啊第三tun会不会死 又是另外一回事嘛 这边再交一个回事喔 这边再交一个回事喔 不是这牌真的有问题啦 当初不是小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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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咻 砰 然后就砰砰砰 然后就人就没啦 对啊啊为什么我打直打直变这样 我也没打错啊 我的手牌不就只能这样吗 炫起来 然后再甲虫下来压进化吧 看起来 嗯那至少 至少确定一件事啦 我们两tun不会死 下一tun可能 可能也不会死 因为他下一tun还要再解一次任务 所以高几率下一tun还不会死 所以我会希望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赢 因为我们这个 到底是怎样啦 还是拼了好像拼了耶 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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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交了一张阿利亚旋风嘛 直接做场拼了啦 直接做场拼了 扣着不会赢了扣着不会赢了 这边怕什么 怕李奶跟第二张阿利亚旋风 对吧就怕这两个吧 这边应该就怕这两个 然后跟他直接斬我嘛 可是他直接斬我的可能性比较低啦 所以 这边最担心的可能是李奶跟阿利亚旋风 但阿利亚旋风跟他交了 然后他排库也才压了12张左右 对了上次有人说 那个QRcode会挡到大家 那你知道要如何不挡到吗 就是少一下那个QRcode 右上角QRcode 然后去 输入那个专属代码DNDN 你就会发现那个就不会卡爱娜了 对他下一次就会出现在左边了 所以如果 如果就是你现在发现他还在右上角 就记得少一下那个QRcode 然后输入一下这个专属代码DNDN 然后如果你玩手 想要处置一条龙 想要刻一单的话呢 都可以用这个魔除来处 然后记得要用DNDN 那这样子 你会有这个折扣 然后我这边也会有一点点这个 bonus的回馈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好那我们回到游戏 回到游戏 这边他是在过牌去找阿利亚旋风 是不是 不可能阿 不可能每天都被你找到 然后我都要当那个最衰的阿 不可能你们每次都在赛 然后我当那个小丑阿 我只能这样讲阿 那这边是甲虫下来 诶 压进化撞一只是不是 然后他想拼下来特杀 因为没有 他这边没有那个杀我的东西 呃 没有那个没有扫我厂的东西 哦 公主骑士 我们就敲头敲头敲头 敲头 敲头 压进化敲头了吧 反正进化点我们也用不到了 44活都看这一趟了 他任务解完了 就看他有没有三甲吧 他排库压了14张 还有25张 这边再抽一张15张 25张的排库 不可能678吧 对手 你还有回手 你回手这么多老哥 真的假的啦 他轻 CMS 是啊 已经炸了